61年进入股市 您升了没有观众朋友 很多人可能还没升呢 有人是七字头的 所以我广告时间就好奇了嘛 看一下哦大盘的月K 我一直在找 我们找到了因为这是西元的 1987年扣掉11这已经是76年 所以郭大哥那60几年是用手写 根本都还没有电脑 根本没在记录上 其实有些软体是有的了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手写 我刚刚讲从下午上下午盘改为盘中 拿到12点钟手盘 中间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 是打架时间 对为什么打架呢 为什么会打架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 没有电脑就是完全就是说 你这边要进什么股票 然后由营业员通知厂内 厂内跑去那边盖章 我是什么耗子买什么股票买多少张 都用人工 然后再抱回来 抱回来再抱回客户 那么这里面就有空间可以按砍 那股票涨了我就 我就给他藏个30张50张 然后我们两个不同的耗子 为了要抢股票 买股票的时候盖章 看谁手长谁短 手短因为比看谁盖得快嘛 对对对 那么就有点冲击不愉快 所以耗子跟耗子音乐也有冲突 厂内跟厂内有冲突 然后暗砍的人厂内跟接电话又有冲突 那么那15分钟大家就要敲股票 我砍了多少你砍了多少啊 那你怎么可以卡我你怎么可以敲我呢 就干架 好有趣 我听过更夸张的 我听过更夸张的突然停电 停电完以后 诶 怎么没啊 就真的打起来了 是哦 那那个停电是故意的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这是个谜 那是个谜 当时这种制度很奇怪 那么我记得在民国 那个时候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取消品种之后啊 那么造成股市暴跌 客户就不高兴啊 投资人就冲进交易所 因为你没有电脑嘛 我把所有的成交单 全部撕掉然后一把火烧掉 全部撕掉 这个人太有才了 有交易啊 被迫停市一个礼拜 因为搞不清楚哪个人买的股票 哪个人卖的股票 因为所有交易都撕掉烧掉 真的有被迫停市交易 一个礼拜 顾政府当总经理的时候 天啊哇 你看以前的故事 所以当时没有电脑的时候 它是很乱的 那么后来变成进入电脑时代 把这个休息时间就取消掉了 就9点到12点 那么就一直延续 然后变成到现在的1点半钟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下午盘 就9点到12点而已 对不对 这一段时间在玉堂可精彩了 来我们看一下 玉堂你那个时候是 他说是跟着妈妈上 对啊跟着我爸妈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吃 永远不能提早吃饭 为什么 因为一定要等到12点收盘 对啊 那时候 郭大哥那时候讲到3点半 我那时候七十几年的时候 应该就变成12点了 12点就收盘了 对 所以你七十几年的时候 你大概几岁啊 大概五六岁还很小 所以你就要爸爸妈妈打电话给他说 我肚子饿了吃饭 没有我跟着他一起去 然后等到他看完盘 然后再去吃东西 然后一定都是12点过后 才能吃饭 对 所以那时候吃饭都一定很准时 帽子抢帽了 赚钱了 就不要回家吃饭 吃馆子 吃馆子去对不对 你那时候其实几年 我们刚才想先报告 民国七几年那时候 在这儿 差不多 就是那一块的龙井 差不多 因为推算起来 大概就是七七七八年 那个时候 充满点那时候 他说那时候感觉就很热 我就觉得每天去的地方就是在 那时候不知道叫浩子 然后就是在那边看盘 所以那时候五六岁的你 浩子听说那时候好像连电梯都坐不进去 那种人满为惯 对 人很多 所以我现在长大看到K线 感觉就很有亲切感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从小就一直看到要大了 这样子 所以你是因为爸爸妈妈进入这个圈子 可能多少有点关系 对 阿潮我还是要结论要问你一下 到底那个 因为我们在把亚洲国家 他们交易时间有得到四五点 现在来看我们是最短的 一点半就收盘了 我们现在算有一点半的下午盘 但是我们没有午休时间 可见的玉堂那时候 民国这几年的到十二点整 后来慢慢又拉长交易时间 但是没有午休 可能怕郭大哥那个打架了 现在电脑应该是不会打架了 现在不会打架 电脑都有制度化了 对啊 所以阿潮结论交给您了 如果是不是应该要放大 顺应国际的 应该说那个交易时间要延长了 顺应国际的趋势 那如果延长呢 对我们市场当中的台股是利还是币呢 当然利币都有啦 但我个人是比较迟 就是说可以再讨论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有一些朋友在券商里面 都在问喔 有些他们旗下的这个营业员就说 延长交易 可是量也没有办法说一定增加 那他这个有些现在音乐也很可怜啦 有些这个收完盘还去兼拆开计程车的 那你现在变成说我开计程 开计程车的时间又减少了 然后我本职又又又又又又又没有 又没有赚到钱 就双杀了嘛 那也不一定啊 如果时间延长的话 看券商会不会加薪嘛 要赚钱 如果说你时间拉长了 然后我的成本啊 并没有明显降低反而要提升 这个时候如果说收入没有以前好 我干嘛给你加薪 可是阿超我有点不认同 就是说你时间延长了 应该量也会充大呀 我觉得如果这个逻辑 我是觉得不一定会成立啊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三千多一的时候 也没有拉这么长的交易时间 因为延长时间 有钱的还是有钱 没钱的还是没钱 没有钱啊 因为说你延长时间交易 然后我突然之间就变有钱了 没信心的还是不想做 而且我们的交易时间 其实并没有比中国大陆还要短哦 我们看一下那张表 我们的规模 其实不到中国大陆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中国大陆 它虽然是三点收盘 可是它中间有休息时间 好像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 那我们是中间没有 我们没有中间休息的时间 我们其实比中国大陆的交易时间 还要长的 而且我们的事实规模 其实连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找它半小时开盘 然后它现在量好大 每天大概都兆人民币以上 它中间 它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样算起来我们 我们的交易时间 已经比中国大陆还要高了 刚刚阿草讲到那个营业员在抱怨 真的也有女营业员 这个下班之后 五盘 一点半之后去卖那个烤番薯 就月薪四五万 还比那个 每个月的营业员两万多还来得多 所以延长如果量没充大 还减少它卖番薯賺金的机会 它的番薯就是要供应 午休时间的时候看盘吃番薯 说的是这样 然后再递明片给那个 拿烤番薯 这样就是两边转 好 感谢阿草了 感谢专家 因为太多人在问 我们就帮您讨论了一下 但结论是 有利也有必 在金管会曾主委在想看看了 顺应国际的这个趋势 那到底要怎么个延长 要不要午休时间呢 与您在下分享 因为现在整个的市场 都已经越来越国际观了 就好像我每天都在盯着看 就算没有讲 我每天也帮您搜寻油价 油价请看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它 的确啦 最近的油价底型慢慢打出来 但是喔 涨幅1-2%就已经叫大涨了 今天的油价是狂涨5.23% 为什么 振华 第一个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强谈 那这个我们看到 美国原油的这个产量 好像是两个月来首见减少 这是第一点 当然这个很显然 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这个地方他们的业者 压力是开始有增加了 第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去年一整年 昨天有报告 去年一整年 美国的总产量油的部分 创历史新高 油的总库存量也历史新高 所以2015年的今年 最近的两个月就是呢 三月跟二月份 油的产量能够递减 这个讯号非常重要 对 没有错 这样才有机会控制它的价格 那但是供给跟需求是两端 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库存的这个增幅 是不如市场的预期 那这里其实要 要谈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油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当你跌到了一个点以后 它其实会因为便宜的油价 在带动油价的需求 这个话怎么讲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假如说你觉得油价很贵 你都买那个1.6 还外带那个油电车 当这个油价跌到太低的时候 其实你会去考虑3.0 因为你不怕耗油了 就不用节能车了 对 就是说当那个油价 因为现在这个状况 已经出来了 你油价已经太便宜 便宜到一个程度了以后 它反而会提升你用油量 那这就变成一个 那个所谓的均衡点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 你可以看到那个 我字卡上讲到 就是说库存的增幅 其实不如预期 就是它用油量 其实开始增加了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墨西哥专用平台上 这是一个亮点 刚好给它这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题材 再加上就是说 伊朗这次核武 它谈判的这个结果 会影响到这个油价的走势 所以油价在这种情况下 有国际动荡的时候 它就开始走上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美元强势 在未来两年 它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的话 它其实会适度压抑油价 反弹的速度 就是说因为美元 你那么强 你说你油价能够强在哪里 而且昨天才传出来说 那个鹰派的 具有投票权的 的领总会的官员说 六月份升息的几率 还是存在 而且还是大大增加 对 所以你的研判是 美元还有在走强的可能性 油的期货商品 是美元计价的 所以美元一走强 油价会走跌 所以画面上的油 50块钱 应该还有可能载幅载程 载幅载程 现在的油是有机会 进行一个短线反弹 因为它毕竟跌太多了 但是当美元指数 再一次走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地方 油价就会开始受到压抑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油价 这话的论点说 可能现在谈到50块钱 只是昙花一现 maybe未来还会再重挫 那就都对了 什么对 我开场说什么 中国大陆 先口头报告 中国大陆 是全世界第二大 用油 油的进口大国 所以呢 中国大陆最大的炼油企业 它的讲话 格外重要 这家公司叫做中国石化 简称中石化 中石化的董事长 他说什么 他说请小心 未来的两年 就是到了2017年 全球的油需求量 将会见顶 也就是大家不太用油了 油还会再往下掉下来 中石化何等之重要 我先把它念过一遍 郭大哥再来讲 董事长心中化中化是什么 中国大陆的中石化这家公司 它的权名叫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石化或者是中国石化 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炼油企业 它的业务你看范围有多少 包括了炭刊啦 开采 还有炼制油 运输 销售化工品等等 总共在中国大陆的境内 3万座的加油站 2.3万个超商 而且呢 中石化在香港 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 上海全部都有上市 所以董事长讲话固然重要 郭大哥 到底董事长讲什么 我觉得他讲话就是 他认为这个见顶时间在2017年 那么大家会重视的原因是 他的讲话 因为他的地位 而显得具有指标性 对 这个指标运什么呢 刚刚资卡里面有提到 他光是在中国大陆的加油站就有3万个 那么相关的油品的一些超商有2万3千个 所以他也讲出来这个油会见顶之后 确实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从整个西方的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包括美副石油在内相当多的一个西方的论点 是认为 油确实在已开发国家也好 在OPEC组织也好 它确实需求量会下降 但是在中国跟印度在未来的 油的需求量会增加超过一倍上 比现在多一倍才对啊 你怎么说到底呢 而且这个时间会拉长到哪里呢 未来10年甚至到2040年 我认同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推一带一路 所以应该在未来几年 硬油量会是高峰 为什么会见顶往下呢 回来之后听郭大哥把他原油 把他说明白 而且有危机 是不是就会有商机 另外一个产业替代的能源又是什么 机会真的来了吗 撑起大盘今天一片天的 两党人气指标股 台积电跟鸿海什么力多呢